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眼睛换手掌好像都还要快一点 到现在几乎大家疫苗该打的都打了 所以也基本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 所以COVID-19慢慢的被我们可以说是不能说抛出脑后 但是已经可以更能够放心的从容的应对了 在学校开学之后 现在大家在关心的又谈到了是Monkeypox这个猴痘的疫情 那么猴痘呢在目前在美国虽然也已经有这个传播 不过还主要的呢在目前还是以同性恋 男同性恋的圈子为主 但是呢对于如果有双性 如果对方是双性恋 那么在接触之下的话就有可能会往外传播 而它主要传播的这个途径 在这里呢资料也告诉我们它是经由体液 或者呢是经由接触 像是亲吻或者是在这一个衣服里边 或者是毛巾被子里边床单上面 它还有active还有活跃的活的这一个病毒才会传染到 一般来讲在对于刚开学以后 很多的父母也在担心 学校里边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危险呢 那么在CDC的这个出来的一个报告 医生呢是告诉大家 现在在学生方面在学校方面对于孩子来讲 猴豆的传染性是相当相当低 它的危险性相当低 而COVID-19呢在学校开学之后呢 各个学校有不同的因应的对策 但是在CDC方面现在已经不再强制 也不再要求民众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呢学校方面是不强制性的要求戴口罩 但是鼓励大家能够还是要注意 这个安全的距离注意情节 好那么在CDC在这个COVID-19方面呢 我们也晓得总统拜登呢 是来回两次的阳性 然后呢现在阴性之后就成了第一夫人确诊 第一夫人是在16号确诊COVID 目前人还在南卡的私人住宅里边隔离 白宫在昨天就说第一夫人确诊当天 总统拜登的筛检是阴性之后 在现在她的抗原筛检仍然还是阴性的 而对于在疫苗方面呢 在从有关单位 政府单位以及公共卫生方面 专家方面呼吁接种疫苗之后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社区在民间 也出现了很多的不同的声音 反对的声音 而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不同的所谓的原因 而对接种疫苗反对 那么脸书的公母公司Meta 就在昨天说 美国影响力广大的反疫苗团体 在散布的是COVID错误的资讯 现在已经把他们在脸书和Instagram的账号停权了 反对COVID-19疫苗的儿童健康防卫组织 就指扣Meta扼杀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是在美国的房地产的市场 美国在7月份的成屋销售比上个月下降了将近6% 抵押贷款利率大幅的上升 通货膨胀的上扬 房价还在稳步上涨 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房地产市场的下滑 根据在NAR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昨天所发布的阅读报告 7月份的成屋销售量往下降 经过季节性的调整后 年率是481万套 和去年同期相比 7月份的销售量下降了大约达20.2%了 那么再来我们看其他方面的新闻 华盛顿的消息 有三名知情人士在昨天就说 美国拜登政府准备要再提供乌克兰 大约8亿美金的军援 最可能在今天就会宣布 消息人士表示这项军援的宣布时间 也有可能会是在下个礼拜 总统拜登将会动用总统拨款权来军援乌克兰 而根据这个授权 拜登是可以在紧急的情况下 从美国武器库存当中转移物品和服务 而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的 另外跟台湾方面相关的 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则在今天表示 中国在台湾的四周行动导致风险等级升高 希望中国的行为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所建立的规范 中国方面在这个月持续地举行军事演习 展现对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愤怒 并且将紧张局势归咎于华盛顿 目前正在太平洋地区访问的肯德尔 在关岛的视频会议上则说 是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期 那么提及到中国在台湾四周的演习 那么表示中国环绕台湾的行动 使得整个地区风险升高 而美国联邦众院议长佩洛西 这个月初的台湾行 使得在当地区域紧张情势往上升 根据媒体报道 美军航舰雷根号 持续在区域留守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 目前已经回到了日本横须赫姆港 他回到日本的这个行程 这个路径并没有穿越台湾海峡 接着在新闻方面看到 跟前美国总统川普相关 一名为美国前总统川普 家族企业服务的高阶主管 昨天就帮助这个集团策划 长达15年税务诈欺一事 他认罪了 而且还达成了协议 将在即将到来的庭审当中 对他的商业手法要作证 现年75岁的 这个威萨伯 他曾经担任川普集团的财务长 在曼哈顿纽约州法院 对15项犯罪指扣 现在完全每一项 他都承认是犯罪了 好 接着在地方性的报道 看到美国的官员 在昨天就说有两架飞机尝试 要在北加州的机场降落时 不幸相撞了 结果三名乘客当中 最少有两人不幸丧命 那么在这个当地的政府则说 两架飞机是在昨天下午 在势力机场相撞的 而FAA则说意外发生时 那么两架飞机上面呢 这个三名乘客 已经有两人已经命丧 这一起空难当中 目前还不清楚 是否还有其他人幸存 而地面并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 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接下来 我们将把焦点转到 国际新闻方面 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第一个看到呢 世卫组织疫苗顾问 在昨天就建议 应该提供第二剂加强针 给最容易感染COVID-19的民众 来提升他们的免疫力 世卫的免疫专家战略咨询小组则说 在初步接种 通常有两剂组成的第一轮疫苗 还有已经建议的第一剂加强针之后 应该提供特定族群再一剂额外的加强针 另外呢 在今年冬天 德国的天然气供应 现在知道可能要拉警报 情报单位则提出警告 俄罗斯将会利用物价和能源等议题 会对德国发动宣传战 要让社会陷入恐慌 在德国的邦联法保护局 就在日前说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经济和能源的冲击 正好让极端分子和俄罗斯有机可乘 少数激进人士也正在利用包括物价上涨 能源短缺 战争 COVID疫情的议题 要在这个发动宣传战 俄国也会透过网路攻击和假讯息的混合战手法 要分化德国的社会 接着看到欧盟统计局 则在昨天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 第二季整体经济成长率是0.6% 7月的年化通货膨胀率是9.8% 还是继续的创新高记录 经济信心指数却跌到了11个月来的最低点 不过各项指标在成员国之间差异是颇大的 法国的通货膨胀率大概6.8% 而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 它们都是超过了20% 下边焦点转到亚洲方面 先看一下来自南韩首尔的消息 南韩的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荣 在今天获得特赦 而恢复了他的公民权后的第一场正式活动 就宣布要在2028年以前 对半导体尖端技术园区投资20兆韩币 目标是以次世代技术来开发 克服当前的经济难关 李在荣在这一个仪式当中 做了宣布 包括预计在2025年中 完工启用的半导体研发专用产线 在三星电子规划到2028年为止 会在这一座半导体技术研发园区投入20兆韩元的资金 那么也表示半导体产业不止本身市场规模大 而其他产业也会带来相当高的附加价值 另外北韩劳动党的副部长金宇正 在今天是公开的批评南韩政府 为了促进非核化所提出的大胆提案 难以实现 非常愚蠢是荒谬绝伦 对此南韩总统办公室则表示遗憾 说金宇正的言行无助北韩和朝鲜半岛的和平繁荣 为了敦促北韩采取实质非核化措施 南韩总统尹席瑞是在15号提出一系列经济支援的大胆方案 不过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 则在今天透过了这个官媒发表谈话批评尹席瑞的提案 愚蠢至极 并且表示北韩是绝对不会理睬的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呢 韩国乐天集团现在也决定要出售他们在成都乐天百货 这是乐天在中国最后的一家百货门店 标志着受到萨德系统在韩国部署 被波及的乐天要完全地撤出中国市场了 乐天集团在昨天说 董事会7月间就通过了出售成都乐天百货的决议 而在相关人士则说 目前公司正在推进出售股权收购以及细节的方面还没有敲定 另外呢印尼方面总统佐克威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丁 都会计划参加在今年年底 要在达里岛所举行的G2020国的峰会 那么我们在新闻方面呢 最后则看到这是所罗门群岛现在正在推进一项争议的计划 就是要向中国借贷澳币将近1亿元 与电信科技大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在全国各地建造161座行动通讯基地台 不过在内部的报告却提出了警告 就是这项计划可能要赚钱的机会并不大 带给大家这是在国际方面的新闻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朋友们在一块关心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在中国方面的新闻方面 我们第一个先看到呢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已经宣布 就是中国加入数位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工作组正式的成立 将会全面的推进中国加入 这是DEPA 也就是数位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G20领导人峰会上 他宣布中国决定申请加入这个关系协定 两天之后 中国就正式的提出了加入申请了 另外持续的极端高温天气 已经导致中国多地电力负荷激增 在浙江湖北还有重庆这三个省市 率先的实行电动车错峰充电 降低高峰时段充电的功率 也鼓励车主最好在深夜 这个三更半夜没人用电的时候 或者用电量减低的时候 再去做充电来减轻供电的压力 而国家电网的负责人则说 第一批市型的三省市约有电动车80万辆 充电桩35万个 有关地区会在下午3点到晚上10点的 用电高峰时段适度调整充电的功率 而适当延长充电时间 最多延长5到6分钟来评议用电的负荷 另外在中国也面临人口的负成长压力 现在政府在鼓励民众 在中国民众增产报国 国家需要更多的力量 所以希望大家增产报国 可是要增加提高生育率不是那么容易的 中国国务院现在决定要建立 优化生育政策工作部门 即联席会议制度 要进一步的加强对优化生育政策工作的 这个组织方面的领导 联席会议将会由26个部门和单位来组成 而第一任首任召集人将会是副总理孙春兰 而对于在美国众院议长 裴洛西亚周行也访问了台湾一事 在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仍然针对这一个行程 那么表示这是美国领导人 跑到台湾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他奉劝美国方面不要误判中国方面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个决心 另外中国也有多家私募机构 近日都接获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 所发出的通知 就是要求严格实践对日前访问台湾的 美国众院议长裴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的制裁措施 这些私募机构所接获的通知 那么都就是要求呢 要严格执行制裁 佩洛西 那么多位私募业界人士则说呢 一定会坚决配合执行的 好另外在中国当局 近日公布了7月份中国经济数据不怎么漂亮 事实上很难看 外商包括了高盛投雇和野村证券 都纷纷地调降了中国经济成长预期 而在中国媒体则说 摩根斯丹利的专家更是斩钉截铁地说 下半年中国经济是不会来个V型复苏的 由于需求的疲弱 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房地产行业萎靡不振 还有最近的限电措施的冲击 高盛集团野村证据 又调降中国经济成长预期 那么外商则说 中国是不会来个V型复苏 所以对于中国在接下来的经济展望并不乐观 最后我们看到 这是中共即将在今年秋天召开二十大 领导人习近平也在立平三连任 来自香港的媒体 就涉及台湾领域人士的可能变动 也提出了预测 其中国台办主任的人选 则会侧重政治忠诚 军方改组有可能会拔着 曾经与习近平在福建共事的死忠降临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我是胡美健 我们接下来要把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现场则是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报 为大家播报 和我继续一同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今天首先报道的是 蔡英文总统今天出席 2022台湾骇客年会开幕时指出 网工资讯战已经是国际冲突 最关键的攻防领域之一 像是中国长时间持续的军演 网工混合战模式就在台上演 因此如何提升资安的防御跟应变能力 强化国家资安联防体系 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总统提到 月底将成立的数位发展部 将负责强化国家资通安全能力 面对未来的资安威胁 网工也希望全民强化辨别错误假讯息的能力 并且阻断这些讯息的散播 总统说 我一上任开始就曾经提出 资安及国安的战略概念 这几年来我们也透过许多的努力 持续的强化国家成绩的资讯安全 2018年我们通过资讯安全管理法 透过法规要求政府机关跟关键基础设施 率先导入资安的防护 我们的数位发展部也即将在这个月底 正式成立 未来会由数位发展部主导及统合 进一步强化提升国家资通安全的能力 另外总统今天下午也参加了 台北国际美容美甲美发展的开幕 总统指出 国内的疫情逐渐的稳定 政府会与大家一起拼内需提振经济 而且持续推动商业服务数位转型 提升生活服务业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 科技进展疫情带动宅经济的发展之下 也让美容美发业与时俱进 期盘未来数位科技能够持续的为产业 带来新的营运模式 解决产业的痛点 总统说 我们持续推动商业服务 商业服务业的数位转型 生活服务业竞争力的提升等政策 协助产业转型升级强化业者的 以及同业人员的竞争力 提升服务业的价值感 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以及疫情带动宅经济的发展 美容美发业也在科技的浪潮下 屡时俱进 年底九合一选战已经不到一百天 针对近期桃园市长选战的各项民调数据 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曾孕鹏 今天受访表示 桃园市民认同市长郑文灿的执政 爱屋及乌是市民的真实感受 所以他才刚起步 就能在民调上和对手打成了五五波 相信未来会继续的扩大领先 曾孕鹏说 所以我觉得爱花连盆 爱屋及乌 这样的一个心情 我觉得是桃园市民真实的感受 所以虽然我才刚起步到目前为止 一块选举的看板都还没有 但是我相信如果现在才刚起步 刚被提名 刚开始都已经打成五五波了 那我相信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扩大领先都是可以期待的 而国民党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表示 民调最近开始领先 证明这一阵子的努力开始有效果 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心里面要想成几乎是没有领先 用这种心态继续的去打拼 张善政说 民调我们现在虽然领先 但是我们绝对是继续战战兢兢的 继续努力的往前走 而且我刚刚也说过 我们的牛肉 我们的政策会陆续端出 让我们相亲眼睛一亮 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赖湘林则表示 他已经提出了劳工 青年就业 居住正义 族群共融等方面的政见 也呼吁对手紧速的提出来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 今天都出席了2022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 两人在台上相互质疑 台下则针对三加十一是不是破口再度交锋 陈时中指大家都在对抗病毒的同一条船上 如果说三加十一是破口 黄珊珊也是其中的一环 陈时中说 那他也是其中的一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有意思是说 他也是造成了疫情的整体 对整体的疫情 当然是人跟疫苗 跟病毒的一个作战 对大家都是同一条团的人 那跟疫苗 那是形成一个对抗 黄珊珊则指边境管理并非北市府的职责 陈时中应该先为染疫过世的800多人道歉 黄珊珊说 三加十一的境管不是台北市政府的职责好吗 大家不要每天用口水去喷 谁做了什么事情 我想人民都已经放在心里了 现在再去解释一年多前的事情 请他先为那一年死掉的800多个人 先道个歉吧 另外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 质疑为什么不公布三加十一的会议记录 陈时中今天受访时表示 会议记录都在监察院 未来会逐一审视 而且相关决议的执行情况 也都向立法院报告过 蒋万安今天受访时则反问 把会议记录所在监察院这叫公开透明吗 陈时中表示 自己是说已经提给监察院 大家可以去看监察院的报告 行政体系还是有一定的监督机制 国内疫情预估下周便会反转上升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预估 9月底10月初达到高峰 对外界相当关切边境开放的时程 指挥官王碧胜今天表示 等到这一波疫情过后 就可以加速开放的脚步 如果疫情规模不大 可以考虑提前解封 王碧胜说 比如说我们先去解除 这个三加四的一人一室的这个相关问题 那另外就是说 看看我们的防疫旅馆的量 可不可以再放宽这个路径的上限 然后再考虑这个团 可不可以再开放出去跟进来 那另外就是再考虑所谓的零加期 这等等 我想都是需要时间 那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开 我们的估计是这一波 如果有一个BA.5的这个疫情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高峰 可能会落在9月底或10月初 那当然除了他的高峰以外 我们也会考虑到他的规模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如果规模不是很大 那可能我们可以提前去考虑这些问题 那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现在给你确定的 国人遭诱骗受困柬埔寨的事件频传 国民达立委郑正前 和孟凯等人日前前往柬埔寨考察 并成功地救回一名19岁的少年 郑正前今天表示 柬埔寨之行虽然顺利救出一位国人 但恐怕仍然有成千上百的人等待救援 建议政府积极建立各种救援的管道 并且动用资源在脸书、LINE及IG 建立柬埔寨文和中文等多语的求救平台 方便受困国人利用 郑正前说 到现在大部分困在柬埔寨的台湾人 其实他们可能也不会简文 英语也不一定很好 要怎么样去求救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 很多被救援出来的人 他们的管道都是透过他们的IG 往台湾求救 那台湾这边再去找相关的办事处 再找警察 再找一个当地台商等等 这都绕了一大圈 庄埔的救援平台我觉得很重要 它是很简单可以达成的 另外洪孟凯则呼吁外交部 紧速增派救援专案小组的人力及资源 及时掌握当时的情况 中国以检出禁药为由 在6月宣布暂停台湾石斑鱼的输入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今天公布石斑鱼采样药检结果 12件样品都未检出 四环霉素 类抗生素等禁药 消费会呼吁两岸应该放下敌意 共同保障食安 维护消费者权益 消费会董事长黄一腾说 经过我们民间参与这个检测 也证实的政府检测说 目前在台湾市面上销售的 以及养殖业者的 我们随机取样得到的这个样品拆检 是没有检出而且是合格的 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 今天举行记者会 公布全台20家排碳大户 使用再生能源的情况 发现有19家企业不足1% 将离我国迈向2050 近零碳排的目标 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环团呼吁政府 公布用电大户的名单 并且制定更积极的 再生能源规范 鼓励用电大户 要跟上国际脚步 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 台湾再生能源 推动联盟秘书长高如平说 我们现在还是觉得 政府应该公布 用电大户的名单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这个名单 很辛苦的 只能用排碳大户的名单 来公布 所以应该公布 用电大户的名单 然后去供各界 就是去检视你这个企业 对于这个排碳的责任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提供给您的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